大家好,今天是11月2号,距离美国的大选呢,只有一天的时间,我们现在呢,在推特上来看一看,美国总统川普和总统进行人乔拜登,他们都是在忙些什么。 这个川普呢,30分钟之前到达了密西根的Triverse City,然后他就发推说有很多的人,然后呢,45分钟之前,就是每15分钟,这川普就发了一回推。 他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呢,是美国的梦想计划,是对西班牙裔的美意的一种许诺,许诺什么呢? 许诺他呢,加速了给他们经济的繁荣,给所有的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呢,提供教育机会,而且呢,要那个尊重自由,支持信仰,家庭和社区。 这个就是说,川普总统呢,他对这个西班牙裔的投票还是非常重视的,因为现在呢,西班牙裔也是在美国人数众多的一个族裔。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那个赵拜登,看看他现在在做什么,这个拜登呢,他也发了一个推,他就说什么呢? 他说这个Donna Trump呢,是从奥巴马总统和我那里继承了一个繁荣的经济。 但是呢,就是像他,川普呢,在他生活中继承了其他东西一样,他就把这个给搞糟了。 然后这底下呢,有好多的人呢,就是支持,但是呢,我们再往下看啊,然后呢,也呢,有人呢,就是说反对啊。 这个是拜登的,嗯,就是拜登的支持者,嗯。 然后呢,现在呢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,他呢,就在说,啊,川普总统有没有,啊,实现他的许诺。 然后呢,然后呢,这个是有一个新闻,说的,啊,有五个川普总统的那个许诺,看他有没有实现。 这个呢,是纽约时报的那个,嗯,网页。 这个呢,是纽约时报的那个,嗯,网页。